象形、指示、形声、会议是汉字造字的四种主要方法 11月18号下午,在四川省成都市实验小学 一堂语文和美术融合课题研究的实验课堂上 语文教师曹小娟正向53名三年级学生逐一讲解四种造字法 随后,老师发放任务单,让孩子们在学习造字法认识古体字的同时 用作图的形式将自己对字的理解表达出来 我们就觉得,这种美,我们可以用美术的方式来进行表现 所以呢,我们就在课堂当中 我们就给孩子们引进了六书当中的一些造字的方法 比如说有象形,有这个会议,有指示和形声 这样一些造字的方法 我们在课堂上先教孩子们这些方法 让他们知道汉字的前世今生 想让他们运用自己的想象 把这些汉字的故事,用美术的方式来进行表现 然后呢,把这样一些成果,把它运用到我们的这个日历当中 曹小娟所说的日历,就是该班学生在这学期 用12节语文课加美术课创作出的2021年国潮日历 该班美术教师罗东来介绍 365页的日历,每一页的下方是汉字的笔顺和祖词 汉字一旁则是对应的古体字 我们班上的孩子是53个人 一共呢,每一个孩子负责了有大概是6个写,写了字 然后呢,一个画在石头上的字 其实就是一个孩子负责一个周 日历呢,我们的内容还包括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周,对吧 会遇到有节气 我们希望把传统的节日和传统的24节气把它融进去 所以说我们在选字的时候 同时把24节气和我们一些十二生肖的字 关于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字 也把它加入进去 让他们去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 根脉和精髓 这本国潮日历一经完成 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孩子们在收获学习成果的同时 还在家长的帮助下 将日历以文创产品的形式在网上进行预售 产生的收益将全部捐给梁山州山区困难的学生 我们的日历可以被爸爸妈妈放到网上去卖 我们赚的钱可以给远端的小朋友们买一些书和文具 我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做出来的东西 可以帮助别人感到很开心 该校副校长张红梅坦言 创作日历的初衷是想把汉字的博大精深 以美术的方式呈现让学生们更加了解汉字文化 没想到产生了如此良好的反响和社会效益 如今该日历在网上已经有800多本的预定量 还有海外的学校订购日历用于中文教学 我们的友好学校美国硅谷的布里斯学校 他们的中文老师也主动联系我们这边的老师购买国潮日历 用于帮助美国孩子学习中文 现在一家汉字公司 现在已经与我们一八级三班的孩子达成了协议 购买了国潮日历的版权 用于制作2022年的日历 就是让更多初识字的孩子从中受益 甚至是让更多的国际友人来感受我们中国汉字之美